如果没有背后这四个教练,全红蝉可能走不到这一步,每个教练都在他生命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全红蝉的成功,这些教练的生活职务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就来说说明师赵高土,高土要明师的故事。 1984年,陈华明在八一跳水队训练11年后,他转业回到母校湛江体校任教,2014年7月,他例行来到小学选才,陈华明把这样的选拔方式形容为大海掏杀。 在麦和小学,他发现了在学校操场边跳格子的七岁的全红蝉,弹跳力和爆发力都很好,一米二的身高可以跳一米六远,就这样他把全红蝉列进了选拔名单。 回校后,陈华明担心全红蝉不会来体校,几十年的教练生涯中,他看过太多有天赋的孩子,最终放弃走跳水这条路。 选拔是双向的,那些家境好的,多数父母舍不得孩子吃这个苦。 陈华明跟全红蝉家长解释,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搞体育可能也是一种出路,很多孩子可能一辈子就只能待在乡镇,练体育可以见识一个更大的世界。 听到陈华明的话,全爸爸问全红蝉的意见,全红蝉觉得体校包吃包住还发衣服,加上他也不喜欢读书,于是就去了体校,陈华明教练教了全红蝉两年。 全红蝉出名后,全爸爸还特别感谢了陈华明这位博乐。 全红蝉天生具备强大体育才能,现在他的弟弟妹妹也都在练跳水。 这也说明全家是有这个基因的,爸爸说我们懂什么,孩子有什么才能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没有教练发现他,他也不会走上跳水这条路。 现在陈华明已经退休,他表示现在不再直接知道,但还是有很多人要把小孩交给他带。 陈教练表示,在他近40年的教练生涯中,他带过太多小运动员,从7岁到14岁就跟着我训练,是一种缘分,不管他出不出成绩,将来走到社会上能过得好,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安慰。 2016年快退休的陈华明把自己的学生郭毅忽悠回到了湛江体校工作,并将自己手上的十几个学生全部交由他管理,其中包括9岁的全红蝉。 郭毅出生于1996年,是土生土长的湛江人,2003年进入湛江体校,开始接触并学习跳水。 2008年在广东省跳水队,转为正式运动员,参加过全运会,直到2016年受伤退役。 退役后,郭毅本来有机会到条件更好的体校当老师,但是陈华明一句,回母校做贡献,他毫不犹豫地回湛江体校。 20岁的他当起了教练,全红蝉过人的天赋让郭毅眼前一亮,他的下肢爆发力非常好,连同年龄段的男运动员都无法达得。 于是他决定重点培养全红蝉,故意发现,全红蝉在生活中和训练里是完全两种状态,在生活中他很松弛活泼,在训练上他尤为刻苦认真,在枯燥重复的动作训练,也能不打折扣地完成。 当时,湛江体校的设施非常简陋,就是在这样的露天跳台训练场地,全红蝉和许多运动员每天坚持400跳,一起刻苦训练了4年。 2017年底,广东跳水队在深圳组织了一场大集训,广东各地都挑选了好苗子送过去,表现优秀的运动员有机会入选省队。 当时10岁的全红蝉被教练郭毅送去集训,但他落选了,郭毅不甘心,他知道全红蝉的能力,不忍看到他被埋没。 郭毅找到已经退休的陈华明,他们商量了一个方法,他们为全红蝉拍摄了一段训练视频,展现他弹跳时的爆发力和动作轻盈。 随后,陈华明将这段视频通过自己的学生转发给了省队的何威仪教练。 何教练看了视频也觉得这个小姑娘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于是破格将全红蝉加入广东省跳水队。 这才有了后来的一切,全红蝉出名后很多家长要把孩子送到占葬提校,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成为全红蝉第二。 郭毅教练认为,有更多人热衷跳水是好事,但也请家长们谨慎行事,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全红蝉第二。 全红蝉出名后,湛江体校也得到了一笔资金,对校舍进行了升级。 郭毅希望下一步能建设室内训练馆,让学生有更好的训练环境,不用在户外经历日晒雨淋。 2023年10月5日,全红蝉参加杭州亚运女子十米跳台比赛。 郭毅也来到了现场为徒弟加油,但他不想打扰全红蝉比赛。 等全红蝉夺冠之后,郭毅才上去祝贺全红蝉。 仕途二人也在现场合影留念。 2023年12月,郭毅被授予2023年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 2018年,何威夷破格录取全红蝉进入省队。 之前的陈华明和郭毅教练,更多的是进行肌肉记忆训练。 何威夷教练不同,他认为全红蝉到了这个年纪,进了省队应该开始思维训练。 所以他在训练中经常问全红蝉一句话,为什么? 每次完成动作,作为要求他思考自己哪里出现了偏差,做到针对性的训练。 全红蝉后来是模仿教练。 在省队训练期间,全红蝉的技能又上了一个台阶。 2020年3月24日,东京奥运宣布延期到2021年。 得到这个消息后,何威夷教练切喜,他知道全红蝉的机会来了, 因为全红蝉2021年就年满14岁,达到参赛年纪。 何威夷教练立刻重新制定了全红蝉的训练计划。 2020年10月的中国跳水冠军赛,也是东京奥运的选拔赛, 是全红蝉职业生涯中参加的第一场正式大型比赛。 在比赛前三周,他才学完了全部的比赛动作。 为了让全红蝉没有压力,何威夷教练没有给他立任何目标。 教练给你定的比赛目标? 目标啊,你给我定啊,你给我定啊。 而且告诉全红蝉,就把这次比赛当成一次训练。 教练讲了,把比赛当成训练一样去跳,也放开大胆地去跳。 如果连续胜利的话,就有可能入选奥运会的阵容。 你明白这个比赛的意义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全红蝉与黑马的姿态已继绝成, 在三次选拔赛失跳中两次排名第一, 击败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任倩和原本东京奥运会女子单人十米跳台的热门人选张家琪和陈玉希。 之后,全红蝉进入中国队,因为此时离东京奥运的时间已经很近了, 何威夷不仅自费前往北京陪伴她多达半年之久, 还在训练中给予她巨大的帮助和鼓励。 2021年8月5日,全红蝉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台单人跳水决赛中, 以总分466.2分获得金牌。 此成绩打破陈若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所创造的447.7分的奥运记录。 全红蝉的成名后, 何威夷荣升广东队总教练, 薪水有了大幅度提高, 很多全红蝉的粉丝都在呼吁, 干脆把何威夷调到国家队担任全红蝉的教练, 让全红蝉更好地度过发育期, 完成蜕变。 可惜的是, 何威夷认为当下的全红蝉可以没有何威夷, 可是省队的孩子需要何威夷。 也因为如此, 何威夷一直都选择留在广东省队指教, 没有前往国家队。 亚运会期间, 何威夷还亮相了广东电视台跳水解说员。 全红蝉在14岁时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惊艳一跳, 让她成为了中国跳水队最红的明星, 然而之后她很快进入了青春期, 这是每个运动员都要过的发育观。 全红蝉的成绩出现了不稳定性。 我也回复到年轻的感觉, 动作越来越沉重了。 陈若霖是中国最年轻的奥运舞金王, 但当看到全红蝉时, 仍然被她的跳水天赋蛰伏, 觉得全红蝉是一位难得的, 非常有天赋的跳水运动员。 于是在东京奥运会之后, 全红蝉更换陈若霖成了她的新教练。 陈若霖谈道, 怎么帮助全红蝉突破发育难关, 恨不得将全红蝉拴在腰带上严密看管。 我自己走过的弯路不想让全红蝉再走一遍。 全红蝉说, 有一段时间挺怕陈教练的, 陈教练对我的训练很严格, 但也很照顾我。 确实, 陈若霖既是教练, 也像家长。 陈若霖只比全红蝉大15岁, 但已经在全红蝉生命中担任妈妈一样的角色, 给全红蝉剪头发, 买护肤品。 尤其全红蝉进入青春发育期, 陈若霖也像妈妈一样教导她, 甚至细心为她准备用品。 一个教的用心, 一个学的刻苦, 彼此之间相互成就, 共同书写了一段佳话。 所以我就是平时训练就会把我所有的对动作的理解, 对动作的比赛的掌握, 所有的技术都交给她, 然后让她自己领悟, 这些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来吧, 我们一起共同进步。 全红蝉巴黎夺冠后, 第一时间也是去拥抱陈若霖, 足以见他们仕途情深, 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 就是在比赛现场, 有个外国选手给全红蝉送零食, 全红蝉礼貌地摇摇头表示拒绝, 比赛选手不能吃任何非主办方配送的食物, 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支持陈若霖微笑地接过外国选手的零食, 这样也替外国选手化解了尴尬, 全红蝉夺冠后, 开心地捡粉丝丢给她的娃娃, 陈若霖也跟着她后面替她拿娃娃, 可见陈若霖对全红蝉的爱护是全方位的, 现在陈若霖也因为全红蝉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更多的认可与机会, 从江苏调到北京, 进入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 成为了一名全职教练, 这种双赢的局面真好, 全红蝉17岁的人生, 幸运且精准地踩在了时代的漫步上,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遇到好的教练, 先是遇上博乐陈华明, 再遇到战江体校的郭毅, 输送到广东省跳水队, 又遇到何威夷, 又碰上延期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这让全红蝉可以横空出世, 之后青春期她又遇到陈若霖的细心指导, 这才有了今天17岁, 先后夺得东京巴黎两届奥运金牌的全红蝉。 最近,全红蝉的哥哥给妹妹了一封信, 贪酷了很多人, 心中哥哥不是以哥哥自居, 而是以全红蝉粉丝自称。 恭喜全红蝉, 小小巴黎被你拿捏了, 全家人围在电视机前, 各个高兴, 还有麦合春, 你年历史还热闹, 做爱粉丝, 今天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家里一切安好, 请你放心, 对了, 你老爸其实还有一件事, 一直没告诉你, 送你去审队报道那网, 他错过了末班车, 不舍得住了一广, 又害怕你当心, 于是骗你说早早就到家, 那网, 他一个人在车上坐了一夜, 别看你老爸平时不善言辞, 但他真的很爱他的孩子们。 全红蝉哥哥从来没有搞特殊, 相反, 非常害怕自己的行为, 给全红蝉抹黑, 因为家境贫穷, 他很早就离家打工, 把赚到的钱全部打回家里。 可他说, 自己听到妹妹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想赚钱给妈妈看病, 哥哥说他听到非常心痛, 怪自己没有本事, 本来应该他扛的责任, 怎能由妹妹来扛呢? 后来全静华成为一名短视频博主, 以推广农产品为主, 但凡他在自己的频道里, 打出全红蝉哥哥几个字, 就是流量密码, 就可以涨粉, 就可以有流量。 但是, 全静华的频道里, 关于全红蝉的内容很少, 有时他在直播间有网友问到全红蝉, 他也直接回避, 因为全家有家训, 就是不允许消费全红蝉, 全静华不想让妹妹成为自己的张奋工具。 初中的时候, 他就初选家里的那些条件, 每天在外面工作, 每个月自己大部分的工资都往家里面打。 很多人都问, 你怎么不发你妹妹, 你要发你妹妹的话, 你早就破百万粉丝了, 基本很少吧, 妹妹的话, 就有点过于消费这种情况了。 她就是我妹妹, 她又不是我的一个什么挣钱的一个工具, 对不对, 因为她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流量了, 所以说没必要说去拍去消费, 因为没有, 我妹妹的话, 我也不可能说有三龙打人都这么紧, 说到现在, 包括我去到全国各地的话, 我都没有说我是谁谁谁, 或者说我是个活主三龙的打人, 那个奖金是他个人争取的, 那就是他个人的, 我们没有说去问他要钱干嘛之类的, 而且我妹妹呢, 特别比较有懂事, 因为给我业啊, 打钱啊, 跟他买吃的啊, 买衣服啊。 全公产爸爸说, 我们不会坐享其成, 女儿还小, 我们不会为了眼前的这些小利益, 去消费女儿的, 他们拒绝了百万豪宅, 选择自力更生, 即便如此, 全爸爸还是说自己全家多少, 还是沾了女儿的光。 做享其成啦, 没有做为师, 都是要靠自己去挫, 稍微是有一点, 靠他一点名义, 不敢说没有啦, 是不是, 这是肯定有啦, 但是也要靠自己啊, 蛮懂什么, 我们懂得吃草啊, 草高就吃草啊, 稍稍从事点, 靠我们自己去努力, 赚到多少就是多少, 我孩子还小, 我不因为这一点过瘾盈盈的, 这种东西, 影响到我孩子, 所以我们做父母呢, 他做哥哥呢, 也一定要谨慎一点, 不要给太多的东西诱惑到, 搞错了方向, 有帮助, 但是我们该干嘛也要干, 不可能单单靠他嘛, 他也是他的辛苦, 得来的成绩的嘛, 我们一家有个做着挡他的吃嘛, 这就是不对的, 讲音, 一口口, 那个我不知道, 不方便去挽营这东西, 颜也这么大了嘛, 问到有一点不好, 我有听说就是他, 他有讲, 就平时他也很孝顺, 他也会经常寄钱给家, 但是你们父母就不舍得用, 这东西, 孩子的钱也不是容易, 也不是这种大风, 大雨挂来的, 都是通过长长的考虑, 年年的, 年复一年的付出, 是不是, 流汗搞来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大手大脚的去把他的钱去花了, 对不对, 家庭的费用啊, 或者是他弟弟妹妹的读书啊, 各方面要花钱啊, 这是正常的啊, 全红柴身上最难得的就是他的质朴低调, 看着他的家里人就会知道全红柴身上的质朴低调从哪里来, 五官平复事, 这位从事农屋的全霸瓦比任何高级知识分子更能看破事情, 平凡话语中充满馋鸡与折丝, 将那些贪得无厌的商机采法, 情何以堪, 有这样平凡中见优秀的父亲, 孩子们怎不能读书一致呢? 画面中的这三个小女孩当时都在参加2021年东京奥运选拔赛, 谁能赢得比赛, 谁就可以参加奥运, 这是全红柴的第一场全国大型比赛, 而这时的张佳琪和陈允希都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张佳琪是2018年世界杯女子单人十米跳台的冠军, 陈允希是2019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当时在全红柴眼里, 张佳琪和陈允希都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她只在电视上看过他们, 全红柴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话, 张佳琪最大, 她主动地给这个新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陈允希也主动地一起拥抱了这两个人, 这三个孩子都非常可爱, 非常友善, 认识以后, 张佳琪和陈允希也对全红柴非常爱护, 因为全红柴比他们小, 他们也是处处袒护着她, 他们都入选参加2021年的东京奥运, 当时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跳水队三小只, 也被称为北上光三巨头, 可仅仅三年过后, 三小只的命运已经有了不同走向, 年纪最小的全红柴则向一匹黑马, 成为全国最红的体育明星, 张佳琪的运动生涯 止步于2024年的巴黎奥运, 而陈允希则被网报了三年, 其实就是一些压力, 包括一些就对一些外界的否定, 体育经济非常残酷, 首先运动员的生命周期非常短, 尤其是跳水运动员的生命周期更是短之又短, 到现在已经有更多年轻的运动员, 16岁的选手现在已经要被称作是老将,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要竞争, 它有变幻莫测的结果吧, 体育经济的残酷性除了生命周期短之外, 还在于每个运动员都是一身的伤痛, 拍到吐血啊, 然后拍到眼角磨脱落啊, 这都是很多啊, 不是说专业选手就不受伤的, 跳水运动员没有没伤, 而冠军只有一个, 永远只见新人校不见旧人哭, 许多运动员在巅峰时期灿烂如烟火, 退役之后就没人关注了, 全公产值得被喜爱, 陈允希值得被尊重, 张佳琪更不该被遗忘, 张佳琪叫小金的 小张同志呢, 我们老师评价很高, 而且说以后有可能会是我们国家跳水的希望 张佳琪2004年5月28日出生于北京, 2008年4岁的张佳琪被母亲送去学体操, 6岁学习跳水, 很快就凭借天赋和努力展示出过人成绩, 在全红产陈允希之前, 张佳琪是跳水队最大的流量 和最受关注的运动员, 只不过张佳琪的运气还是差一些, 为什么呢, 张佳琪的成名是在里约奥运周期, 不过因为年龄的原因, 张佳琪并没有能够出现在里约奥运舞台上, 而等到东京奥运来到时, 17岁的张佳琪迎来了自己的发育期, 最终全红产替代了张佳琪, 出现在了女子10米跳台的比赛中, 但张佳琪与搭档陈允希获得东京奥运双人10米跳台冠军, 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 大家没能再看到她的身影, 因为她未能通过国家队的内部测试, 改由全红产和陈允希组成新的组合出征巴黎, 哪怕是奥运冠军, 如果状态稍有下滑, 仍可能失去参赛资格, 张佳琪坦言她也想为国争光, 但无奈自己已过巅峰, 自己是会有遗憾, 但是毕竟还是更多展示国家的风貌来为主嘛, 就是相对来说, 就我们三个搁在一起, 就是他们两个可能会水平更高一点, 成功率可能会比我大一点, 没有在那个名单上自己也会多少都会有点失落, 但是这是事实, 你得接受啊, 每个运动员都有巅峰的时候, 就是我的巅峰时期可能已经过了一点了, 没有他们两个那么强盛了。 张佳琪的落选, 再次让人们关注到中国跳水队的高进争性和快速的更新款待。 这是跳水队, 算是一个传统吧, 就是这样的, 新老更替非常快的。 年纪大或者是练的时间长, 就是没有小时候会轻松会翻得快。 旁在, 二十岁的张佳琪并未表现出失落或消极, 相反他从容接受这个事实, 他已经被大学录取, 他说自己非常向往一个大学生的生活。 现在就是很憧憬校园生活的一个状态。 我挺喜欢新香港的, 就是想支持自己没有接触过或者是没有干过的一些事情。 可能如果最终不行的话, 可能还会回来接触跳水。 可能是当一些幕后的工作者, 或者是打分啊, 积分啊, 或者是当教练什么。 祝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一切顺利。 陈宇希, 2005年9月11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体育世家, 5岁开始练习体操, 6岁开始练习跳水, 很快他就展露头角, 2019年获得世锦赛, 女子担任10米跳台冠军。 那时陈宇希被外界认为, 她就是中国跳水新一代的天才少女, 但她的运气也差了一些。 2020年东京奥运, 陈宇希正处于她的巅峰时期, 可惜这一届奥运延期了, 在这延期的一年里, 陈宇希长高了12厘米, 这就是每个跳水运动员都害怕的发育观。 陈宇希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单人项目上只得了银牌。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 陈宇希很遗憾再次与单人奥运冠军师之交臂, 但全红禅夺冠后, 陈宇希张开双臂, 给对方一个祝福的拥抱。 她真心为全红禅高兴, 而且表示, 金银牌都归中国, 自己已经很满足。 我们俩为中国同时摘下金银牌, 就非常让我开心。 无论说是她拿或者我拿, 大家都是在为中国出征, 为中国而战, 只要金银牌是中国的, 我们俩谁拿都可以。 陈宇希表现得很有修养。 赛后对于陈宇希的采访, 有记者问, 如果问题这么问, 这一次没得金牌, 会继续努力, 下次再来过吗? 如果这样问会比较好, 陈宇希说信心没有动摇, 但外界对她的否定让她很难过。 确实这三年, 陈宇希承受了太多的网爆, 一些人不喜欢陈宇希, 主要跟她背后的成人事件的 名争暗斗有关。 但陈宇希本人无论实力, 还是性格, 极为人都是很好的, 尤其她的格局, 她的气度非常值得尊重。 全红禅, 2007年3月28日出生于广东湛江农村, 张家琪、陈宇希都是先练体操, 再练跳水。 全红禅不一样, 八岁那年直接被选去体校跳水, 当时她就想不用花钱, 学校包吃包住, 还发衣服, 她就觉得挺好的, 而且她也不喜欢读书, 于是就去了体校, 如果不是自身实力实在逆天, 她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孩子, 可能走不到最后, 好在她的实力太强了, 而且她的运气也非常好。 2020年3月24日, 东京奥运宣布, 延期到2021年, 得到这个消息后, 广东跳水队的何维仪教练窃喜, 她知道自己得意门生全红禅的机会来了, 因为全红禅2021年就年满14岁, 达到参赛年纪, 而当全红禅被问到想不想去奥运参赛, 她奶生奶气地回答, 想呀, 那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想呀, 每个人都很想。 有多想呀? 就这么大的比赛, 肯定小赛好很多, 然后, 比较光荣, 然后, 那牌子可以挂上去。 什么颜色的牌子呀? 就你自己的照片, 就可以在国家队呀, 在省队呀, 都有自己的牌。 没有想到这个14岁的孩子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就惊艳了整个世界, 读冠后, 她又用非常智能的声音说, 自己想赚钱给生病的妈妈治病。 我妈妈就有生病了嘛,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 然后是, 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然后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 然后, 然后就很想赚钱, 我去给他治病, 然后, 得赚好个钱, 然后治好他。 她还说自己的心愿是可以去游乐场抓娃娃, 一直在鼓励, 有时候比赛的话, 就去比赛, 然后, 搬家只能回家, 回家又没去别的地方玩, 就只能在家里, 没钱, 我连游乐园没去过的, 游乐园? 游乐园我也没去过, 她的质不天真让所有人心疼她, 全红柴那一跳不仅惊艳了世人, 也跳出了许多亲戚, 妈妈说我嫁过来几十年了, 我都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亲戚, 村里出现那么多人来打卡, 那是全红柴, 就是那个门口呢, 有个小门部, 都没有什么人, 现在要打几十, 刚刚把我一种参政喜气啊, 之前呢, 村里的人大部分以物种为主, 现在呢, 这村里的好色应该都在买地糖啊, 就不用出去玩意, 这村里都能够装点生活水了, 好在全红柴家人非常质朴, 没有被破天的流量迷了眼, 不过三年后再问全红柴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她说要自由, 你觉得更希望能够享受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成名之后, 自由的生活, 没有那么多人管着我, 自己的空间, 我想要自己的空间, 金牌只有一个, 三小只就像三朵水花, 如今有了不同的走向, 不知四年后他们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 其实就是一些压力, 包括一些就对一些外界的否定吗? 陈雨雨昕终于绷不住哭了, 在赛后的采访中, 她面对记者关于两间奥运会上都输给同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东京奥运会, 包括到了现在的80奥会, 在同一个项目上输给了同一个人两次, 你觉得你的信心有被动摇吗? 陈雨昕说信心没有动摇, 但是外界对她的否定是她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陈雨昕试图不哭, 她努力想把眼泪憋回去, 她捂住眼睛, 但眼泪仍从指缝流了出来, 这是一场憋了三年的哭泣, 东京奥运会上拿了银牌的陈雨昕站在领奖台上, 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因为在这种专业的比赛中哭就意味着不专业, 但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 她没有忍住, 这三年来外界的杂音一直在干扰着她, 那个曾经活不开朗的少女说自己内心住着一个小公主, 喜欢用视频记录生活, 可现在她的抖音账号删除了所有视频, 出征巴黎前她直言会比较克制一点, 这些年她确实越来越谨言盛行, 从不辩解, 只是把社交媒体私人内容变得不再可见, 留下签名越努力越幸运, 然后像驯服水花一样, 把自己的情绪藏起来, 这些年没有人知道陈雨昕内心的想法, 哪怕是朝夕相处的全红蝉, 面对陈雨昕最想养什么动物的提问, 全红蝉第一反应是水豚卡皮巴拉, 陈雨昕是喜欢卡皮巴拉的玩偶, 陈雨昕听到笑了笑, 然后说是猫, 她2023年获市锦赛女子单人十米挑胎冠军后, 她写下一句, 带着征服巨浪的勇气, 敲声无息地汇入大海,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18岁的孩子再也绷不住了, 她哭了, 粉丝对陈雨昕的这三年充满了怜惜, 赢了不对, 输了不对, 用英语接受采访也不对, 好像她怎么做都是错的, 陈雨昕哭的不是失去金牌, 也不是她的一身伤病, 而是外界对她的否定, 那么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全红蝉巴黎夺冠后再次成为全场的焦点, 记者问她怎么看待天才少女这一称号, 全红蝉回答, 我不是你们所说的天才, 都是奴隶练的, 天才也不是你们所说的天才吧, 这些都是练的吧, 我觉得一遍一遍地去练, 一旁的陈雨昕, 一如既往安静地坐在队友旁边, 不知是否还有人能够记起, 上一个被称为跳水天才少女的正是陈雨昕, 陈雨昕2005年9月11日出生于上海, 她的家庭背景为她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体育环境, 祖父是上海市前体操运动员, 父亲是体操高级教练, 母亲是体操副教授, 但父母给陈雨昕定的道路是奥数而不是奥运, 读幼儿园时的她已经展现了学习的能力, 呈发口绝表已经倒背入流, 但或许是身体里流淌着父母的体育基因, 陈雨昕对体育有着更大的兴趣, 2008年北京奥运会陈雨昕三岁, 看到电视机里的奥运比赛就很兴奋,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她就正好三岁嘛, 第一首唱的歌也是学会的就是国歌, 因为她就是一看到比赛拿金牌, 她就要站到我们家的底下有个电视柜台子, 然后就站上去开始唱。 五岁的陈雨昕开始练习体操, 因为家里人都是搞体操的, 所以女儿高体操顺理成章。 吴敏霞恩师石美琴是第一个发现陈雨昕天赋的人, 石老师一次看到练习平衡术的陈雨昕, 告诉陈富你女儿适合跳水, 2011年陈雨昕开始练习跳水, 所有教练对陈雨昕的评价都是, 这个孩子特别聪明, 一点就通, 是个用脑子训练的运动员, 很快她就展露头角, 2019年她进入国家队, 仅四个月后便以439分获得市井赛女子担任石米挑胎冠军。 那时陈雨昕被外界认为她就是中国跳水新一代的天才少女。 时间到了2020年东京奥运, 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个天才少女大放异彩时, 东京奥运延期了, 如果不延期, 金牌一定是陈雨昕的, 而这个延期同时改变了两个少女的命运, 一个是陈雨昕, 另一个是全红蝉。 全红蝉2007年出生, 2020年东京奥运时她还不够参赛年纪, 延期到了2021年, 全红蝉就年满14可以参赛, 同时在这延期的一年里, 陈雨昕长高了12厘米, 这也就是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发育观。 陈雨昕说控制体重还比较容易, 就是少吃甚至不吃, 她就是用这个方法她戒掉了甜食, 一天上秤六七次, 但是长高很难控制, 所有人都想长高, 但我希望自己矮些。 自身能力提升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身高和体重增长的速度, 一直成绩很稳的她, 成绩也出现了起伏, 这让她很有压力, 怕自己跳不好辜负大家, 同时也会担心可能有年纪小的运动员上来。 几乎是从20年年中年底一直到21年, 整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嘛, 怎么跳跳不好, 我是不是也就这样了, 对于全红产出现我也并不意外, 因为像女子跳台这个项目, 她就是容易突然冒出新人, 而且是很厉害那种。 果然, 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14岁的全红产横空出世, 她的身体就像羽毛般轻盈, 上眼水花消失处, 这个14岁的广东小姑娘, 立刻成为了当时最红的体育明星。 高过全红产一头的陈雨夕, 仿佛看到了两年前的自己。 东京奥运会拿到了单人的银台, 我觉得你要说没有遗憾, 肯定有一点, 但是我尽力了。 竞技体育是残酷的, 因为冠军永远只有一个, 两个女孩既是最好的队友, 也是最强的对手, 有人用寄生鱼和声量形容两个人的关系。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 她要竞争, 她有变幻莫测的结果吧, 竞争也并不是什么说坏事嘛, 因为有竞争有劲骨有提升, 然后我们俩也是良性竞争, 而且她的出现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吧, 就是要求自己, 然后去进股去努力吧, 去追上她的脚步吧。 东京奥运会后, 全红禅也进入发育期, 陈雨昕经历过的她也正在经历, 全红禅的成绩也出现了不稳定。 我也回复到年轻的感觉, 动作越来越沉重了。 在世界杯和世锦赛的赛场上, 全红禅全都输给了陈雨昕, 连续丢掉两个重要的冠军。 跳水运动员进入青春发育期, 出现成绩上的起伏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赢了两场比赛的陈雨昕承受了太多不公正。 陈雨昕, 一位凭借自身努力和天赋在跳水领域展露头角的年轻运动员, 本应在赛场上尽情挥洒汗水, 享受体育带来的纯粹快乐和充就。 然而她得冠军受到很多的质疑, 甚至牵连到了她的家庭。 在西安的一场重要比赛中, 当场有女观众喊, 207、407, 全红禅的分数打低了, 有压分的嫌疑。 还喊媒体要曝光处取, 言下之意就是内涵陈雨昕的冠军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 陈雨昕的父母都是体育圈人, 有人脉有关系, 回过头再看全红禅父亲母亲都是农民, 不能给全红禅提供任何的帮助。 这些谣言在饭圈迅速传播, 一些不明真相的粉丝跟风加入, 在网络上对陈雨昕进行谩骂和诋毁。 诸如她肯定是作弊了, 有黑幕等言论充斥网络, 接着对方的极端粉丝在网上相互攻击。 这三年里这种情况太多了, 不仅陈雨昕被网爆就连她妈妈说了一句, 陈雨昕小的时候也会水滑消失数,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上演水滑消失数的次数越来越少。 为了保持她一直的这种经济状态, 她又在这方面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对吗? 对,因为陈雨昕曾经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好像水滑就是没有。 这话被认为陈妈妈是在内涵全红禅, 其实她只是在说一个客观的事实。 饭圈文化的入侵, 让陈雨昕的体育生涯蒙上了一层厚重的英勇, 这些都对她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困扰。 时间到了2024年8月巴黎, 陈雨昕和全红禅都是非常出色的运动员, 谁的207C完成更好谁就有多冠的可能。 他们可以参赛已经非常幸运, 与他们一起参加东京奥运的队友张佳琪, 因为发育期无缘于这次巴黎奥运。 要知道张佳琪也曾是一匹黑马, 可见跳水运动员更新换代之快, 每个人都有急迫感。 陈雨昕6月被诊断髋关节肌液, 她带病坚持训练, 可是很遗憾她再一次与单人奥运冠军实质交臂。 但全红禅跳水的时候, 陈雨昕很认真地看, 而且第一个鼓掌, 她眼里有无奈不甘, 也有羡慕高兴, 唯独没有嫉妒。 全红禅独冠后, 转播镜头试图在陈雨昕脸上找到情绪, 却只看到她早早张开双臂, 要给对方一个祝福的拥抱。 两人相拥那一幕真的很感人, 全红禅想赢全世界, 但不想赢陈雨昕, 一个不敢高兴, 一个不敢委屈。 赛后对于陈雨昕的采访, 媒体更加关注她如何看待 和全红禅的竞争, 她回答得大方得体, 可能有一点可惜, 因为分差也不大, 无论说是她拿或者我拿, 大家都是在为中国而战, 不管这些对答是否经过训练, 一个18岁女生可以说出 这些足以显示她的格局。 后来陈雨昕又用英文 接受了一段采访。 这本是很好的展现 中国运动员的机会, 然而随着视频的广泛传播, 陈雨昕就连说几句英语 也有人要吐槽, 而且说得很难听, 像什么有才, 但我喜欢有得的人, 加油全红禅。 这是跳水比赛, 不是英语比赛, 加油全红禅。 陈雨昕真的太难了, 赢了不对输了不对, 输了立刻给冠军祝福也不对, 现在用英语接受采访还是不对。 全红禅很棒, 喜欢全红禅没有问题, 但没有必要去贬低陈雨昕, 这是非常典型的 饭圈文化轻视体育圈的例证。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 重新认识一下陈雨昕。 陈雨昕只比全红禅大一岁半, 处女座的她特别爱干净, 她房间里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她爱看书, 尤其是破案和悬疑的类型, 特别喜欢冬野龟吾的解忧杂货铺, 训练结束后晚上的时间不多, 但她会安排得满满当当, 她喜欢听音乐, 也会练字, 最近一两年上网课学英语, 她说她很想去认识一个更大的世界, 她和全红禅是队友, 也是好朋友。 全红禅说身边有陈雨昕她会比较安心, 陈雨昕说身边有全红禅她会更放心, 就冲着这个回答就知道, 他们不是一些人口中针锋相对的对手, 而是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战友, 我也非常感谢小红的出现嘛, 然后也是不断激励我吧, 自己有这个想站上最高的两台, 跟她一起手牵手, 哇, 你感觉就来了, 非常开心把人和我的大大一起站上最高的两台, 哎呦我的妈呀, 不要嫌弃我啊, 今天全红禅和陈雨昕的这套动作, 应该说没有惊动这片泳池, 却惊艳了整个世界, 他们两位也为中国跳舞队, 获得了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七连贯, 一个时代出现了两个天才, 但金牌只有一个, 两人就像梁朵水花, 虽然有着态度不同, 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不一样啊, 他比较爱学习, 然后很内向, 比较喜欢一个人呆着吧, 然后也不是很爱说话, 然后我就完全相反, 就跟金牌生一样一条和那条树的, 但是他有无数个交叉点, 但却一样的出色, 他们都值得尊重和喜欢,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